本篇由博如锐亚 博如饮品 博如食品特约提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博如汽车315 本期要为大家讲解的是 如何更换行车灯和雾灯 下面我们就以宝马320i为您讲解 首先打开后备箱 卸下左侧内饰板 再拆下线路板 拧下损坏的灯泡 将新的行车灯泡复位 再安装线路板和左侧内饰板 完成后关闭后美箱 待更换完行车灯后 开始更换前部灯 将车辆升起 拧下车底护板螺丝 再将旧的雾灯灯泡拆下 将新的灯泡复位 接着安装车底护板 并拧紧固定螺丝 将车辆降下 最后启动车辆 检测更换后的灯泡 是否正常工作 待一切正常后 操作结束 享受爱车生活 尽在博如瑞亚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